国会选举投票率低 马克龙政党创下法国一纪录 6月19日 法国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 总统马克龙所在的执政联盟 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优势 即左翼人物梅郎雄领导的左翼联盟 跃升为第一大反对党 马林·略鹏的极右翼国民联盟 则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法国国会选举 马克龙遭遇重挫 综合欧美媒体报道 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 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显示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中间派联盟 依然是国会下议院第一大政党地位 但却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 仅获得了245席位 距离289席位还差44席 而上届该联盟获得了345席位 马克龙与中间派联盟创下了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创建以来的最少多数的执政党席位记录 马克龙也成为自2000年法国选举改革以来 第一位没有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的在任法国总统 2022年法国国会选举结果被视为马克龙政党的失败 也令人质疑他能否兑现总统选举许下的改革承诺 包括养老金改革 法国极左翼联盟领导人梅朗雄为首的范左翼联盟新生态和社会联盟获得了131个席位 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联盟 范左翼联盟新生态和社会联盟是由欧洲生态绿党、法国共产党、社会党等主要左派政党组成 6月19日晚梅朗雄谈及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初步结果时说 总统的政党彻底垮台 没有获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政治目标 对于法国右派政党来说 在今年国会选举中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马林乐鹏的极右翼国民联盟 创纪录获得了89个席位 成为法国国会下议院第三大政党 相比之下 上届国会选举 该联盟仅取得了8个席位 在2022年法国国会选举前 国民联盟竞选目标是达到15席 这是法国国会中 组建党团所需的最少席位 此前 除了1987年短暂实施比利自时期 及右翼政党获得的席位 从来都没有超过15席 在连任国会议员之后 马林乐鹏对新闻媒体记者说 我们实现了三个目标 让马克龙成为国会少数执政党总统 无法掌控权力 同时也追求 攸关民主复兴的政治重组 法国传统右翼政党 共和党则获得64席 与上届136席相比 减少了72席 预计法国总统马克龙及其政党 可能会优先考虑与共和党结成执政联盟 与6月初 法国国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一样 6月19日 第二轮投票率很低 与第一轮一样 超过50%的选民 没有参加在法国国会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根据IFOP预测 今年法国国会第二轮投票的弃权票比例高达54% 马克龙政府没有解散国会的计划 英国路透社报道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执政联盟 在法国国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席位 但法国政府发言人葛瑞格华 6月20日表示 解散下议院国民议会 并非是法国政府目前所讨论的议题 在接受法国Françantère电台访问时 被问及法国总理伊丽莎白·伯恩是否继续留任 葛瑞格华对此回应说 博恩竞选连任国会议员成功 这一直不是政府所讨论的议题 我们未来几小时再看 但现在不构成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